奔跑吧特别记又名奔跑吧共同富裕片已经播出两期 整体表现越来越好 七位常驻嘉宾也越来越默契 笑点看点都很密集 体现在收视率上 就是第二期比第一期有了一定上涨 第一期0.4262 第二期0.4794 这也让我对第三期的收视率非常关注 如果按照这样的上涨趋势 第三期或许可以突破0.5 那么第三期可以延续上涨的趋势吗 目前不得而知 但从已知的信息来看 第三期有不少看点 给周深过生日 第一个已知看点当然是给周深过生日 而且在第二期结束之后就开始了宣传 奔跑吧 下期全员给周深过生日上了热搜 引发大量讨论 热度很高 而通过第二期放出的片段来看 给周深过生日应该会很有意思 因为第二期录制的时候 白露刚过生日不久 周深则要过几天才过生日 所以 节目组先是给白露补班生日 然后再给周深过生日 但节目组为了效果 生日蛋糕上写的并不是周深 而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然后给其他嘉宾一个任务 提醒周深 让周深一时到自己也马上要过生日了 而结果也很顺利 大家给白露过完生日 并说还有一人也要过生日 在稍微提示之后 周深果然认为是给他过生日 结果一打开蛋糕 发现蛋糕上写着别人的名字 那场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周深甚至尴尬到坐到地上 一边说太尴尬了 一边蹬腿 那场面还很可爱 第二期虽然只播出了一些片段 但已经足够让人期待 期待第三期看到完整的内容 音乐特辑 第三期除了有给周深过生日之外 还是音乐特辑 为此节目组邀请了两位实力歌手 芙蓉菲 陈卓璇 通过第三期的预告视频也可以发现 整期节目也都与音乐息息相关 主题是唱首新歌给你听 有歌词改编大赛 有猜歌名 还有嘉宾随时随地的即兴演唱 本以为到了音乐环节 应该是歌手比较出彩 可结果发现预告视频中的主角并不是周深 芙蓉菲 陈卓璇这些歌手 而是演员杨颖 白露 杨颖在歌词改编大赛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根据一些词 随口就唱出了二句歌词 千岛胡的猪八戒在吃着愚蠢 女陈的假发片卡在嗓子眼 听着还很押韵 而白露赛赛歌名环节也表现优秀 不仅说出歌名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还说出原唱是黄丽环 让其他嘉宾惊讶 问白露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而白露的回答是横电歌后 当然 预告视频只是正片中很少的一部分 既然演员可以表现得很好 歌手应该也不会差 所以 看完预告 很期待正片 很想看看几位歌手在节目中的表现如何 总的来说 第三期看点很多 希望大家别错过收看 让第三期的收视率可以突破0.5